见到《第一仙》第3511章 苍生信仰之力 劫云星红 翻涌激荡 在外人眼中 九位天眷者 直似执掌天罚的神魔 战力恐怖无边 可没人知道的是 他们却越战越吃惊 一个异端而已 施展的明明是神英镜修为 语化道徒第一镜的角色 可那等战力 却比世间举狭镜人物 强大了不知多少 自成为天眷者 他们还是头一次见到 如此古怪的一个对手 心念转动间 九位天眷者 皆施展出浑身解数 全力杀伐 威势也愈发恐怖起来 胖长贵模样的天眷者 呼得一步踏出 千丈高的身影俯冲 一拳从天而降 星红的全芒 如一道划破长空而来的 燃烧星河 而这一刻 苏毅却轻声自语道 这般力量 或许超脱于凡俗之上 可也不过如此 声音刚响起 他呼得扬起一手 如托起清明般 胖长贵 从天而降的一拳 顿时溃散 他那千丈高的身影 都被拖了起来 而随着苏毅五指收拢 碰 一声惊天巨响 鲜血像激射的乱流般 染红万丈长空 却是胖长贵那千丈高的身影 竟是被抓爆了 这霸道的死亡一幕 刺激得不知多少人脸色大变 而还不等众人反应 苏毅的身影 呼得凭空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那天穷下的虚空中 呼得裂开一道又一道裂痕 裂痕蔓延之处 一个又一个天眷者 身影四分五裂 或被刺穿咽喉 或被劈成两截 或被斩落首级 或被拦腰截断 一切仿似在刹那间上演 快得不可思议 当苏毅的身影 再次显现出来时 虚空中 竟是交错裂开的剑痕 剑痕附近 鲜血蒸腾 那些天眷者 以尽数暴毙而亡 天地聚迹 血腥如化 当目睹这一切 皇帝秦雀脸色惨白 浑身都在颤抖 尸魂落魄难难道 那些 那些可都是天眷者 代表着上苍的意志 怎会 怎会输 国师遍体声寒 如坠冰枯 镇国杀阵被毁 皇宫一切高手溃败 如今 连九位天眷者也被击杀 这一端 究竟是谁 他为何能打破 鸿蒙天玉凡尘之地的铁律 天地聚迹 四野无声 从长街之战上演 到眼前这一场皇宫大战落幕 整个黄兜城内外 早已被震动 不知多少人 为此惊骇失色 可对苏毅而言 之前只不过是前菜 重头戏还未真正上演 因为 那天穷上的星红 结云犹在 在他那一双轻松 可窥破 先凡必杖的眼眸中 早在那九位天眷者出现时 他就已看到 那星红结云之上 混沌弥漫 有着一头浑身 如燃烧般的凶情身影 在其中若隐若现 那是逐日天阙 早在前来黄都城的路上 苏毅就曾在惊鸿一瞥之间 见过对方 而在之前的大战中 这凶情一直都在 凡俗之地外的混沌中观战 当苏毅目光遥遥地 眺望过去 那逐日天阙 似乎很惊诧 发出一道冰冷威严的声音 你能看到本作 声音隆隆 可因为相隔着 先凡必杖 却无法传到 这天秦国皇宫之地 可苏毅却猜出了 对方在说什么 略意私存 苏毅一步迈出 已来到星红结云深处 犹如一步之间 从凡俗之地登天而去搬 皇帝秦阙 国师等所有人仰头望去 已再看不到苏毅的身影 那一端 这是要去做什么 星红结云深处 苏毅飘然而立 没有继续前行 有先凡必杖在 无论飞到多高处 也注定不可能从凡尘 进入那混沌之地 识破你的宗界 与我而言并非什么难事 我只是很不解 你我无冤无仇 为何要下达旨意来对付我 苏毅拎着酒壶随口说道 他的声音同样无法传递过去 可逐日天阙却看懂了 他一声冷哼 你可真够无知的 这混沌之地那些主宰 哪个不想杀你 苏毅饶有兴趣道 是吗 这是为何 你真不知道 逐日天阙四世很意外 苏毅虚心道 还请不吝赐教 逐日天阙呼得大笑起来 没想到 当年被九大生命禁区 一切生灵奉为太初第一的剑客 如今却成了一个糊涂蛋 太初第一 剑客 苏毅眸光闪动 道 这么说 九大生命禁区的那些生灵 都已知晓 唯已抵达鸿蒙天域 他曾听知道者和黑狗 分别谈起鸿蒙天域的混沌之地 自然知道 其中九大生命禁区 和鸿蒙禁区 乃是混沌之地 最为古老神秘的地带 不过 他还是没想到 被这天秦国皇室 奉为上苍的逐日天 却竟早已识破自己身份 听到苏毅的话 逐日天阙眼眸中 浮现出一抹玩味之色 还真是糊涂了 如你这般 什么也不知道 就重返鸿蒙天域 和自寻死路有何区别 苏毅微微皱眉 这么说 你是不打算回答我的问题了 逐日天阙讥讽道 你有什么资格让本座配合 真以为自己 还是当年那个剑客 苏毅笑了笑 我记住你了 他转身就走 相隔着仙凡必杖 让他有力也无处施展 眼见逐日天阙油盐不尽 自然没心情再和对方扯淡 且慢 逐日天阙冷冷道 你真以为自己还有活路 苏毅悄然转身 道 怎么 你难道还能打破仙凡必杖 杀过来 逐日天阙眸光深沉 看来 你对本座的力量 还真是一无所知啊 声音还在回荡 逐日天阙呼的震齿 他所在的那片混沌 骤然剧烈翻涌起来 把他那庞大的身影都淹没 再也看不到 苏毅眉头微挑 逃了 不对 苏毅呼的低头 看向下方那一片星红结云 而这一瞬 在天秦国境内 却有着一场不可思议的惊变发生 每一座城池中 那大街小巷的建筑上 店铺售卖的各式各样的物品上 只要绘制有逐日天阙图腾的地方 皆悄然闪过一抹星红的光泽 大道城门 城墙之地 小道人们随意把玩的玉佩之物 乃至于宗词中供奉的画卷 书籍中描摹的画本等等 几乎都有逐日天阙图腾 几乎都在这一瞬间 发生了一场世人浑然不知的变化 过往漫长岁月中 天秦国朝堂在世间各地修建了不知多少 专门供奉着逐日天阙神像的庙宇 而这一瞬 那些庙宇中的神像 一个个就像悄然睁开了眼睛 若从天穷俯瞰 就能清晰感知到 在天秦国天下各地 分别有一缕缕星红之光出现 犹如逆流而上的雨水冲向了天穷 全都朝那笼罩在天穷之下的星红结云汇聚过去 结云开始剧烈翻涌 四燃烧斑 若从大地仰望 则能看到 那星红的结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收缩 从最开始覆盖在整个天秦国上空 到最后完全收缩成为万丈范围 凝聚在天秦国黄兜之上 这惊人的变化 自然也引起皇帝秦雀 国师的注意 这是发生了何事 还不等想明白 那万丈范围的星红结云 骤然间产生一声巨响 一头周身淋雨 如若燃烧般的凶情 在那万丈结云中演化而出 服役出现 一股凶利恐怖的威能 便激荡天穷之上 产生惊雷般的轰震声 逐日天雀 这一刻 整个黄都城所有人都被惊到 直似看到一场不神迹 亘古至今的岁月中 天秦国的习俗 传承 信仰 乃至于生活起居 皆深受起源图腾 逐日天雀的影响 在天秦国 这个图腾 已不仅仅只是皇室的象征 更是天秦国 云云众生的精神图腾 从婴孩诞生于世 直至长大成人 娶妻生子 直至苍老而逝 埋葬入恋 一生的岁月中 所作所为 所思所想 无不和逐日天雀图腾 息息相关 如婴孩时的满月酒 长大后的成人礼 成婚时的仪式 入葬时的祭奠行程 皆需要向起源图腾 焚香祈祷 可谁能想象 本来被奉为图腾的逐日天雀 竟然会真正降临于世间 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 这一刻 不知多少人贵妇于地 或狂热 或惶恐地伏地膜拜 就连皇帝 秦雀都浑身一震 叩首于地 激动的心脏 快从胸腔跳出来 国士则傻眼了 作为异端 他简直无法想象 怎会发生 如此诡异反常的事情 有先樊必仗在 逐日天雀 怎会降临樊臣 奥利在天雄下的苏义 自然早在第一时间 就察觉到这一场惊变 汇聚苍生信仰之力 来凝聚法身 苏义眼眸中露出一抹异色 不对 苍生信仰只是力量 恰似一盘散沙 这孽障能够牵引 苍生信仰之力 凝聚法身 怕时令有缘由 还不等苏义多想 那一头 由万丈星红结云 凝聚而出的逐日天雀 以震翅而来 直似一抹燃烧天雨的神焰 双翅掀起滔天的毁灭风暴 让那天穷都在阵战 似是触碰到了 凡俗之地的周虚规则 力量之盛 远不是什么天眷者可比 以苏义那被压制的境界 当面对这一击时 都不有感到致命的威胁 不只是境界上差距太大 而是那逐日天雀的力量 就像打破了 先凡避障的铁律 局势危急 已来不及多想 苏义当即纵不上前 一见之间 便把逐日天雀斩杀当场 啊 皇帝秦雀 国师等人接眼珠子 差点掉出来 这 内蒋之地和 中文字幕——YK